嗨,我是从萨米法奇学院,在这段视频中,我就说说低血红蛋白水平的治疗,营养,很多原因导致低血红蛋白水平,铁缺乏症,叶酸,维生素C和维生素B12是最常见的原因,添加不同的食物,在饮食,保持你的血红蛋白水平自然。 低血红蛋白水平,因为缺铁,瓶血,可以和容易纠正,通过在饮食中铁质丰富的来源,100克软体动物,含铁你的身体每天价值155%,隔离,一倍,五粒, 100克干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129%,猪肉,鸡肉,火鸡肉,羊肉,牛肉 100克的南瓜和南瓜种子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129%, 100克晒干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50%,100克杏干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41%, 100克杏干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34%,腰果,松树,榛子,花生,杏仁 100克牛肉和羊肉的,含有铁的每日价值21%,希望这些信息是有益的 感谢您的收看法奇学院,请喜欢,订阅,分享这段视频,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fawziacdemy.com